可以嗎 要直接對我 謝謝 這是什麼 講蜜桶 桃子那邊 桃子會有機會 那他喜歡 謝謝 你怎麼知道 你今天選 吃誰都要選 吃誰都要選 你吃什麼 我要蜜桃 蜜桃口味 要嗎 謝謝 細心默默觀察 就是你剛大學畢業的時候 在做什麼年 其實我 基本從大學還沒有畢業 到現在 都一直在從事教育這個工作 就感覺就是現在就是 剛大學畢業嘛 就是 就是會有的時候 會覺得很迷嘛 站在我的角度 我會推薦你去 先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不要 覺得想要先去 為了找一份工作去工作 講這幾句話的時候 有老實份 是 你覺得嗎 對啊 可能你年紀小 沒有 不要老說我年紀小 可是真的 真的沒有感覺說 就是你跟我年齡差會 有五歲 二十二歲 我想問一個 比較直接的問題 你可以問嗎 今天有個問題 你選擇了 轟轟烈烈 你更喜歡的戀愛模式 是轟轟烈烈還是 細水長流 我覺得我會更喜歡 轟轟烈烈 我會選擇細水長流 我覺得轟轟烈烈烈 一定是需要兩個人 同時擁有戀愛腦的一個前提 那你之前是否有過 我覺得有過吧 就是還滿戀愛腦的 戀愛腦它就是一個 很上頭的一個表現 所有東西都是為了感情 會一直想知道那個人 在幹嘛 然後就會一直想問 在幹嘛 在幹嘛 很煩 它比較黏人的那種 你好像加了我微信之後 沒有問過我在幹嘛 就是你 會這樣嗎 戀愛腦嗎 我不會戀愛腦 我是邏輯 就比如說 我們一天二十四小時對吧 或者一週七天這樣 我們工作是五天 週末兩天是 有一天躺戀愛 或者怎麼樣都好 我不會在週一到週五 或者其他沒有戀愛的那段時間 會突顯出那種戀愛腦 會突顯出那種戀愛腦 男生比較理性一點 畢竟數學 他這思維 理性啊 對 而且已經在工作了 跟剛畢業的狀態又不太一樣 男生嘛 可能會覺得女生就是年紀小嘛 所以你有時間可以轟轟烈烈烈的去愛嘛 但是我年紀比你大一些 我考慮會多一些 我覺得在愛的時候 就要很轟轟烈烈的去愛啊 不要顧及那麼多 就是要享受愛情 然後再去慢慢平淡的 再去感受彼此的那種陪伴 就好了 他是 是紅紅烈烈兼細水長流 我聽上來了 對 他是兩個都可以 他們聊到戀愛觀 我覺得其實是兩個人是 想有繼續發展的這種 已經到達要互相了解想 那種感覺 對 結果探討到這些 才能再往下更進一步我覺得